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台湾台北诗人 小时候 一趟户外教学参访故宫 见到了两百多年前 清代雕刻家陈祖章的传世之作 雕橄榄湖州 让他大费惊艳 成了一趟微雕艺术的启蒙之旅 从小就展露艺术天分的陈风险 对于书法 绘画皆有奢励 后来选择美工科就读 当兵退伍以后 进入台湾中央印制厂工作 专门制作印刷钞票的钢板 首次接触到钢板 钢针 微毛笔 放大镜等工具 有一天 他突发奇想地 在南瓜籽上刻出一幅山水画 没想到大受同事的好评 自此之后 他开始不断地尝试 在各种不同的媒材上创作 每一种的材质都有它的不同的困难度 石头 木头 竹子 黄金 金属 必须用各种的工具来尝试着克服它 米雕顾名思义就是在米粒上进行雕刻 要在米粒上同时写字和创作图案 无论是画图或是书法 中间过程 如果有失误 就需要从头来过 米的本身呢 它是粉粉的 所以说你必须把它所谓的漂亮 磨亮它 还有米呢 它是属于一种松的 里面很结实 刻下去呢 它是松松的 陈冯贤老师特别为每位人生节目 以泰国米为媒材 雕出泰国舞者的形象 它是一个很扎实的 很实在的米 跟台湾米比较不一样 台湾的米比较短 比较胖一点 泰国米稍微长一点 因为它的扎实 所以说下刀雕刻呢 很容易地明显地留下出它的刻痕 这是一粒很好的米 成日买手在微小若尘埃的作品之中 陈冯贤也练就了一身心境专一的好功夫 将身心灵调整到最静谜的状态 才有办法在如此微小的世界里翱翔 佛语里面有一句话 西米纳戒指 戒指藏西米 核爆之树呢 花语豪芒 一件很小的事情 它可以宏观到很大去 一颗很小的种子 它可以组长到一个两个人爆的大树 我动物出来呢 把小做好 做精致 它可以启发人家 教育人家 比如说 我做一个很小的砖雕 这个小砖雕呢 组合了数百人 数千人的砖雕呢 它可以美化整座城镇 整座的巷弄 整个社区 多年来 沉浸在它的微观世界里 陈冯贤身居浅出 为这项艺术创作不断地付出 一路走来 豪芒雕刻 不仅丰富了陈冯贤老师的生活 也拓展了这一代人的艺术视野 来自国外各界的邀请不断 陈冯贤透过这门艺术 与世界各国做深度的文化交流 我呢 从小接受了这一支文化艺术的洗礼 我就一直的所谓的探导 专研 到现在 近四十年 那我会尽我个人的力量 把这一支文化呢 代表大中华的文化 我会把它产阳 一直的钻研下去 再做一个新传的工作出来 至于可以做到什么样 我会尽我个人的力量 一直的做下去 秉持艺术家的毅力与热忱 完成一件件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作品 观赏陈冯贤老师的作品之余 我们也见识到 艺术家执着的风骨与情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